好,我們再看看iPad的Keynote 按這個按摩一按摩 現在是Full Spin,這樣就拿了合格子 按這個Display,按另一邊出 iPad因為我預計的長寬比是4比3,就少了一點 即是那個寬度差一點 試一下,每張Slide Keynote真是適合好一點的位置 可以做到那麼闊的屏幕,效果真的非常不錯 留意Keynote播放的時候,它都用光了 只是未播放的時候,如果不是播放狀態 它都用不盡整個Screen的幅度 所以用光了,我轉回這個 都拿光了 我剛剛用光了,現在也會用光了 很可怕 我還是用光了晶電的顯示器 我還是用光了晶電的顯示器 只是用光了晶電的顯示器 用光了晶電的顯示器 就沒有用光了晶電的顯示器 這樣似乎還要用光了晶電的顯示器 我跟觀眾說這個效果是震撼過用單一的Projector 真的有點像在戲院裡面看電影的情況 我跟觀眾說這個效果是非我 我都不可以用這個效果 我真的不可以用這個效果 我可以用這個效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